股票一定要有人做 没有人做的股票不会涨 到底是哪一些股票是有人做 有人在重压的呢 什么是标股 看我节目就知道 什么是预约涨停人生 看我的节目就知道 全国的观众 全国的投资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决战筹码 你好 我是谢一文 好的 今天跌142点 成交到3657亿 好 我们再讲 今天大家心情应该都不是很好 其实最主要不是因为 今天跌跟成交量的关系 我觉得最主要是很多人 昨天没有抢到周杰伦的票 我的朋友圈一片全部都没抢到 那也就是说 我觉得周杰伦蛮厉害的一个地方 就是他能够实现两岸唯一的共识 所以两岸之间大家都很喜欢周杰伦 那这是一个他不管是歌声 还是表演 还是说所谓的这个形象 这是受大家所认同的 那其实我比较认同他一件事 就是说无论他的这个唱歌多好听 或者是这个现场的音效多棒 我认同他一件事就是说 他能够去创造一些所谓的这个 时代的潮流 也就是说其实在股票市场 我们常在讲就是说十四兆英雄 那无论什么样的题材 无论什么样子的这个流行的过程 那一定要有一件事就是说 第一个你是如果你是演艺人员 你一定要有人捧 对不对你要有经纪人嘛 他要帮你做一些这个行销的过程 或者是一些无论你多有才华都是如此 我相信比周杰伦还有才华的人很多 那股票市场也是一样 你一档股票会要涨会涨 你不管他有什么基本面 产业面题材 就是在当下要涨的这个过程当中 他一定要有人捧 一定要有人做 如果没有人做那 真的是 你说光靠所谓的产业面 基本面慢慢慢慢的起来 那真的是要 真的是要三年五年十年 那重点就是说 在股票市场你能够报三年五年十年吗 如果你是有 那你真的是非常的厉害 老实在我只买台积电 我只买鸿海 我只买联发科 那我就是很靠这个半导体产业 或者是这个IC设计的产业 那你真的就是非常非常的有远见 那对我们来讲 好那我们一个身份叫做分析师 当然我们还有很多身份嘛 这个爸爸妈妈啦 这个别人的儿子 我们还有很多身份 那还有一个在股票市场里面的 一个身份就是说 我们要去告诉各位 有拿几张股票 现在有大人在里面 人家正在做 无论他是涨或者是跌 好周杰仁的启示告诉我们 除了有人做以外 好的东西一定会有人抢 那什么意思呢各位 这个我都不用去来进图卡 我们都不用去讲太多 争论太多 或者是说这个老师你有没有买 老师你买了多少次 老师你买了多少张 老师你到底有 你到底有压了多少在里面 就好像这个你去问张飞一样 张飞说他从来没有卖过红海 大概持有一两千张 这个你无论是50块的时候 80块的时候 120的时候 甚至于现在200块附近的时候 你无论无时无刻 你去问他他就是告诉你 我现在就是有红海 我从来没有卖过 那你今天问我也是一样 我去告诉各位 林光三兄弟 8249的林光大哥 这个8032的光灵 这个二哥小弟 五四三八的东友 各位同志朋友 好的东西一定有人抢 这个林光三兄弟 这大哥嘛 这好的东西一定有人抢 你说他今天才是如此吗 如果他今天第一天从底部拉起来 那我告诉你 那后市可能还要观察 还要看能不能再买再加码 这个是已经来各位 这个是已经 从二十几块涨到三十几块 涨到四十几块 涨到五十几块 涨到六十几块 拉回来 剪支 剪支后 开始第一天 涨停 一架到底 过高 昨天拉回来 各位 昨天拉回 昨天拉回谁去买 昨天拉回谁去买 投信 你看他从来有没有买过 从来没有买过他 从来没有买过他 至少在近半年以内 没有看过投信去买过任何一张 昨天是两根涨停板之后的拉回 一出手就是四百二十张 今天 周杰伦大概 好像 五分钟还是十五分钟就卖完了 对不对 那八二四九的灵光 大概十五分钟就卖完了 就卖完了 这好的东西 一定会有人去抢 不只你去抢 黄牛也会去抢 爱听的人也会去抢 这个外国的人 应该也是会去抢 不会说只有开放给国内的人听 对不对 想赚钱的 想听歌的 或者是你是他的fans 你是他的歌迷 大家都会抢 那有这么多人去抢 所以他五分钟十五分钟会卖完 那相对的 好的股票也不是说只有你去抢 连投信 在两根涨停板过后 昨天的拉回 他也跑去抢 我跟各位分析过多少 应该说很多次 不要讲多少次 多少次好像有点 看人没什么感觉 这个我们讲了很多次 就是说 你在 简直完剩下900股 900股叫做零股 未涵一张 没有到达1000股都叫零股 那大致上投资人都会有两件事可做 我持续看好他 我再买100股回来 我凑整数 我要凑一整张 大家记得吧 我们讲到这个话 在这个 在这个减资的过程当中 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那还有一个你不看好他 哎哟900股 青菜来买买得好 好 反正现在盘中盘中 也可以零股交易 那我们就赶紧把900股也卖掉好了 反正 有鸡饼都叫到的 有扎停板 有买到都叫到的 所以你会发生一件事 第一天从减资完第一天 一架到底锁到扎停板 你买不到 你凑不到100股 那你凑不到100股 你隔天怎么样 你凑不到100股 可你怎么样 哎哟这极贪的 涨停板收掉 我们先不要买 我们今天再来买 我们过一天再来买 为啥 已经过高了 然后 对不对 我的价格已经在创新高了 那为什么 我为什么不卖掉呢 因为所有人都赚钱 无论你买到哪里都赚钱 那我身上是那900股 你叫今天快涨 隔一天快要开涨停了 你叫我再去买100股 万一隔天跌怎么办 对不对 好我把它卖掉 所以这两天的成交量卖掉的人 大致上都是谁 都是投资人都是散户啊 对不对 好昨天拉回来 哇对老师我早去买是对的 我这天去买是对的啦 为啥你看 哇这就是开瓶走低了嘛 结果投资跑去大买 我再强调一次喔 六个月从来没有买过他啊 六个月从来没有买过他啊 我老师你很久很久没听到 投资去买8249的灵光啊 今天我们的水旧涨停 这就是台股今天的周杰伦嘛 对不对 8249的灵光没黄牛啦 我买你一张好吗 明天才卖这个各位涨停板 我买你好吗 还是说我现在六十七块印 明天涨停板是差不多七十三块哦 我现在七十块买你 不会有这种情形啦 这个灵光没有黄牛啦 可是各位事先去告知你 事先带你去买 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这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无论你是卖一张卖两张卖一半 剩下的持股 你就留作纪念吧 好不好 这种是这种这种话你很少听到 什么拿股票来做纪念 这个跟股票谈恋爱要给他留久一点 老师股票不能谈恋爱啊 对不对 我们讲的股票 厂长会跟他谈恋爱 对不对 二十几块的高峰 六十几块的罗森 谈恋爱啊 为什么谈恋爱 为什么要留在身边 他已经是一个 他已经是一个见证 因为为什么你的成本全部都拿回来 要卖不卖随便你 要卖不卖随便你 刚才是讲大哥嘛 八二四九的灵光 再来二哥 好的东西一定人家 人家一定用抢的啦 你今天去一家店都没有人 那那个门口罗雀 麻雀还在那个门口吃饭 还在吃那个人的饭 放在那个外面 因为没有人经过嘛 麻雀会跑去门口吃饭 这种店你敢吃吗 你一定是 哎呦 这怎么在排队 我们来吃看看 大家都觉得很好吃啊 大家都排队排成这样 排队更好 不要说这间一定很好吃啊 这一定是排队嘛 好的东西一定会有人去抢他 你知道吗 那怎么会这么巧 大哥涨停二哥也涨停 来这个小弟 来哦 这小弟来这小弟 这二哥 这灵光三兄弟嘛 对不对 你现在回头来看 你看我们之前在跟各位讲 我们说灵光 我们第一次去买的时候 还被套了四五天 会也在挤啊 老师啊你不是说有人坐 怎么都没有感觉 怎么买到了还套老 好像从32块多开始买嘛 买到跌到二字头29块多 来来来来 来来 这 这八月底 半导体设备股 包括他有做一些所谓的 这个机器人的感测部分 对不对 这来拉近 这三字头 我等一下给各位看 我们买到是不套老 8月28 8月28 来 来8月28 这一天 我把它放大 看好放大 这一天 32.65 对不对 买到以后还套老 12345 五天 对不对 最低跌到29 29块5 三字头跌到二字头 老师是不感觉了 一天 几个厅 那怎么有人在做 没人在做 投信也没买了 外资来来起来 外资也没准了 这外资也没准了 这来来起来 有什么买有什么买 这投信滚到都没在买 哪有在买 对吧 对吧 我们说有些股票 你等着后面看 有没有人做 其实很明显 其实很多事情 都不用去证明 对不对 你现在回头你来看 你告诉我这个是 这是刮大风吹上去的吗 这个是从20 30 40 45 50 55 60 这刮大风吹上去的吗 这不是嘛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有人做吗 没有人做可以在短时间之内 可以从30块涨到60块 所以各位 周杰仁需要有人捧嘛 做股票呢 做股票一定要有人做 没有人做的股票你不要碰 你不要傻啦 那会涨 老师我买那个基本面很好 你看他一个月可以赚多少钱 一年的VPS多少 他每一年这个殖利率很高 奇怪就是没害怕 那种高标奇怪就是没害怕 没害怕就是没害怕 开好是没害怕 还有佩戈给你 如果开没好人又赌给你 对吧 你看台硕 两岸货阀好像要消息了嘛 股价从190 80 70 60 50 石老本啊 钢铁股也是这样啊 好多钢铁股也是一样啊 所以各位 要做有人做的啦 要做有人做的啦 面板级扇形封装 30几块的冬结 拉回来一段了到60几块还在讲啊 是不是 20几块的4526的冬台 对吧 我们说怎么看也不会二十几块 涨一波涨到四字头拉回来 来到多少 32 33 还在讲啊 对不对 为什么一档股票可以讲这么久 可以做这么久 原因在于哪里 来4510的高峰 来来来来数一下哦 第一天涨停 第二天涨停 第三天涨停 第四天涨停 第五天涨停板打开 第五天涨停板打开才去买 这种丢脸的事 有谁敢在电视上讲啊 什么叫丢脸 那老师啊 你第五支涨停板 你看这一台都说他买在第一天 这一台都说买在第二天 这一台说他第五根涨停板卖掉了 那你竟然跟我讲说 老师他第五天涨停板你才去买 来 这个 我稍微比一下啦 第五天涨停板在这里啦 这我没有办法拉近啦 对不起 第五天涨停板在这里 那回来修正系老师也跟各位讲 要找买一点机会 找机会来买 这个都已经 各位听说这个都已经变成是我的 这个都已经变成我的是纪念品了啦 你要卖也可以不卖也可以 这已经随便你了啦 明天有个重条系啦 重条系不是说叫你明天去买啦 你看着啦 明天这一档股票要开了嘛 我说的开了是什么意思 就是他明天要恢复正常交易了嘛 那在警示的过程当中这么久的时间 他股价维持在这里 再来就一定是两条路 大家都懂嘛 一个是往上喷 一个是往下走嘛 那你觉得哪个机会比较大 你觉得哪个机会比较大 我觉得往上走的机会比较大啦 往上走的机会比较大啦 再说一次往上走的机会比较大啦 老师啊今天CPU很弱呢 要不然为什么谢老师号称一档股票 可以做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 可以做到半年 为什么 各位投资者为什么 为什么我看好联雅 今年大概是高速传输的这个收发模组 大概是400G啦 主流我们讲主流啦 明年大概是 明年应该会因为AI进来了嘛 那你越需要高速传输 大致上应该 应该从明年开始大概就是800G啦 光收发模组 大概里面还有很多东西啦 你要有加强器 你要有接收器 你要有发射组 你还有这个电讯转光讯 你总是要转你不转你 电脑不会发光给你啦 你要把电讯转 你要把那个0101 那个电讯转成光讯嘛 也跟各位解释过了嘛 那为什么去买联雅 公司他自己讲的 宣布他现在已经在测试 所谓的1.6T 那我一定是往前看嘛 我一定是往前走嘛 那我今天就问各位一件事 你这种业绩你凭什么 你凭什么可以从100块涨到300-400块 你这种业绩啊 这赔钱啦 这去年赔的钱 这今年第一季赔的钱 这今年上半年赔的钱 你这种业绩你凭什么 你告诉我凭什么 你凭什么可以从100块涨到300块 就是因为你有光收发模组嘛 当然不是嘛 那是你的科技已经创新到 能够配合现在目前的 市场上的主要科技消费产品 所以我们看到了后面 所以我们给你 比较高的股价评估 哪怕你去年全年是赔钱 今年第一季赔钱 今年上半年赔钱 因为我们知道 未来市场上的主流产品 是你现在你正公司正在研究研发 或者是市投产出来的东西 所以我就 就科技人的角度 我们 你把我当分析师好了 就科技人的角度认为 这家公司的产品大有可为 就好像 就好像网路一样 从2000年开始 千禧年开始 我问你做电商的 有几家赚钱 都在建制设备 大部分的钱都花在广告 那我东西都给你discount 为什么 我要抢什么 我要抢你的消费习惯 我要赚钱的东西 是放在后面 对不对 所以你会发现 战国群雄很多的网商 电商全部都被打掉了 剩下这几家 二十几年过后 已经在 大概已经在十几年前 开始大回收了 等一下我们来讲电商 明天有一档股票 你一定要买 如果你觉得绿界涨太凶了 还有什么电商可以买 留个小麦个小关子 我们等一下回来 今天一样 有打电话进来的 把这一档股票 全部送给各位 加入LINE 留下你的电话姓名 也全部送给各位 休息一下 我们等一下回来 陈东斗铺三大保证 第一保证 正派经营 绝不和公司派大股东主力作手 勾结坑杀散步 第二保证 诚信为本 以绩效诚信 为公司营运主轴 第三保证 贷金一定带出 精选持股 持股集中 保证 贷金一定带出 陈东斗铺 拥有股票 期货 双振兆 带您领先洞行市场 稳借获利 无往不利 陈东斗铺 值得托付 02 2752 5868 2752 5868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名师 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鼓动乾坤 来 欢迎回来 各位 来 直接照图 如果你羡慕绿界 6763的绿界 我老师这个一直讲 一直讲 你羡慕他 你羡慕他不如找到 他的替代品吧 线上的现金流最大的 一家所谓的企业 几乎所有的银行信用卡公司 都有跟他合作 你所有的线上刷卡 大致上都会经过他的 公司所设计的网站 网页 好 就电商的部分 无论是现金流 还是零售商品 还是一些所谓的网购 第一个你一定要提到PC home 那你不要认为买不到 这个明天还有机会买 这个明天还是有机会 你先买就对了 我们今天是有带会员去买 你先买就对了 今天没有买到也没有关系 还会有一段 那重点是 绿界涨了一大波段 这一家公司才刚刚开始起涨而已 绿界里面合作的公司 最大最大每一个人都用过 而且都会用的 线上电商 通讯软体 买这家嘛 买这家嘛 好不好 想不想知道这一档股票 羡慕羡慕绿界 不要羡慕 来跟着我们一起去买电商 线上购物的股票 如果你不知道是哪一档 拨电话来我们公司 或者是加入 歇文谢老师的LINE 留电话 明天见 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顺盛评估 并自负 投资风险